好 現在開始了 今天講的動態比較少 但就是在講說關於其他的 現在我們要像右眼 我們這種擠壓的動態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更多的變形的部分 我們要做很多的骨架 這件事情其實很辛苦 但其實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來處理 像是在blender很方便的方式就是叫shape key shape key 就等於是我這個眼睛的變形 其實我是靠模型變形 我已經不是在骨架armature上製作 我是做在模型上 這個動態是做在模型上 我們接下來就要講說如何做 好 shape key這個功能是針對模型 所以我們要到模型身上 它模型object data這個地方 這裡第一個我們會先做 先加一個basic 我們初始狀態 因為讓它知道說 我還沒變形前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再創立一個 然後我們可能叫做 擠壓sq squeeze 被擠壓 然後這裡目前看起來都一樣 這裡 等於是我們現在等於在模型上有兩個channel 我們進到這個channel的時候來編輯它 那我們這裡的話我們就直接到我們需要擠壓的這個關鍵格 這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時候編輯模式下 我們去編輯我們的模型 它就會記錄到這個channel 好 在這裡一個功能在快捷鍵是or 這也是proposal editing 其實就是在像Maxima的那個soft select 這時候我們在按 gill縮放的時候 我這裡 你按位移或縮放的時候 位移旋轉縮放 都會出現一個圈圈 這就是我們的範圍 然後我用位移 這樣我們還沒調整起來 我們這個滑鼠都可以滾動它去 告訴它變形 好像我們這裡就 好像眼睛擠出嘛 好 這裡 變形 變形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裡我們就可以在 這樣的prop去編輯我們的 想要的樣式 這樣我們眼睛要擠 擠成什麼樣的樣子 當然我們這裡的眼 眼珠跟眼白是分開的 當然如果我們眼珠眼白做在一起的話 我們當然變形可以一起變形 所以這裡其實 都會稍微顧慮一下 好假設我這邊眼睛變形 其實變這樣 然後我們回到object mode 會發現沒有效果 因為其實shape key的話 它會有預設它這裡 你的第一層是你的初始的狀態 所以像如果把這裡換上去 我這個squeeze是初始的狀態 所以它隨時都是以變形的方式在 改變形狀 所以我們這裡 初始我們就保留 然後這裡的話 它下面這裡有一個value 它的值 參數值 就告訴它說 我全中央變形變到多少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設key 好 我們就配合我們的模型 變合我們的動態 我們壓到最底下這一關鍵 在還沒碰到之前 都沒變形 我們這裡是shake key 然後我們把off key打開 好 在擠壓的時候我們這裡變形 然後我們伸回來的時候 D再回復 像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擠壓 眼睛整個被擠出來了 的動態 所以其實這種shape key的話 其實我通常會拿來做一些 動態加分 做一些比較誇張 股價不容易做到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快的方式去做 像是我們肌肉要擠壓 膨脹的時候 如果要綁成肌肉的股價 的話如果沒有那個時間的話 其實這種方式是可以快速的做到一些修正的地方 當然這個的缺點就是 我們變形每一個關鍵格要去設key 它不是系統化的東西 像這樣的話我們這裡很快的就可以做出像眼睛被擠 擠爆出來的這種效果 像我們這樣的話假設這支動態做完的話 我們要如何輸出到別的檔案 這一件事情就是 這裡我們平常綁完後我們綁到armature 然後沒有模型 這裡的話 今天我們把開一個新的collection 我們叫做 ChickenAnimation 我們會把我們需要的東西放到這個collection中 好 這套號我們現在存檔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個collection 呼叫到別的檔案 我們現在開一個新的檔案 好我們現在這個檔案裡面 沒有那個洞 我們要如何把別的檔案的東西叫進來 像其實最常用的話就是 呼叫collection file 我們這裡叫做append 其實就這個 像這裡叫import-export import的話通常叫的是模型檔 像objfbx等等 如果要呼叫blender的檔案的話 都是叫做append 它這裡有一個叫link跟append 它這裡是方便檔案管編輯 我就給link進來 拿來使用 append的話就是我們把它叫進 呼叫進來 好我們這裡我們就可以 好所以像我們這樣我們就找到我們的 專案檔 像 blender 然後找到blender的專案檔 我們剛才存的是存這個 我們這個可以打開 blender的檔案概念 其實它跟其他檔案不太一樣 像我們 它的話它是 它都是像資產 它是連接下的遊戲引擎一樣 所以我們這樣呼叫進來後 它有各個的分層 像我 我要進去模型取材質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取得 別的檔案的東西 所以像我們剛剛 為什麼要放到collection呢 因為collection它一次包含的東西很多 包含模型 骨架 材質它就可以一次抓 像這樣我們collection 剛才是chicken animation 這樣的pand 這整組就會一起被抓進來 像我們這樣的話 整組動畫就會被抓進來 它就是整個 完整一個collection 這個chicken animation 就會整個一起抓進來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做檔案 好 這裡 這裡我把 我們把這個collection 把這個拿開 我們再做一個link的 不太一樣 link我們把這個collection link進來 像link進來的這種東西 它就是沒有辦法編輯 我們是無法編輯的 但是我們在外面 外面 像我們看 外面 像我們這裡 我們來做一些修改 像明顯的修改 好 這裡 轉 這個 好 我們這個 把它做得很誇張好了 點睛 好 就這樣 我們存檔 這裡 我們另存一下 重開 save us test append 把open 像這個的話 它link的話 就會是連動 我剛才那裡射key 沒有射key的時間 在那個地方 然後像這個的話 append進來就真的把它呼叫到這個檔案 它就跟剛剛我們的原始檔案是 分開了 就沒有連動 所以就是這個link跟 append 就看 要如何使用 對 好 像動畫的部分 這裡就差不多是這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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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